好,大家好 那一样我们还是开始一个免责声明 我们所有的影片跟资讯都是仅供参考 不是给各位的投资建议 我们都不是专业的投资顾问 影片的内容都是为了教育的目的 不是投资的建议 所有的投资还是个人研究 还要自己决定 并非依据我们影片的或者是我们说的言论 投资风险很大 大家要自己注意 如果你没办法承受很大的亏损 那你就不见得适合投资 投资需谨慎 投资者要先了解投资的风险才能进行投资 那所有的投资还是自行决定 自行负责 好,我想一开始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们的投资方式 有钱就买进指数基金 长期持有永远不卖 这和巴菲特的所谓价值投资 有什么差别呢 不是说要等待价值吗 那为什么我们有钱就买 这个价值投资 那我们一直说我们是跟巴菲特价值投资信仰 一样 可是我们的方式又不是投资个股 也不评估价值 只是有钱就买进指数 这样和巴菲特的价值投资一样吗 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巴菲特的价值投资是股价远低于价值的时候 就是股价很便宜 那有这个价值那你可以买进 股价远高于价值的时候 那就可以考虑卖出 如果股价长很高 maybe你发现他价值没那么好 那你可以卖出 而我们的投资方式是有钱就买 然后就无论指数基金是高是低 你要有钱就买 几乎没有在考虑所谓的价值 这个和巴菲特的价值投资是否有差别呢 这个我今天跟大家来解释一下 一般的投资者其实 大家都没办法评估一家公司的价值 就是不像巴菲特这样子 更是不知道如何建立这个价值模型 而且不同行业有不同行业的评估模式 除了价值模式之外 你是过去依据过去的财报 所有的价值模型一开始就是依据过去的财报 那未来呢 价值也包括未来的成长 所以这个就增加这个价值模型的这个困难度 因为成长这件事情 投资者就要懂得产业分析和公司未来的前景 你才有办法定出这个公司的价值 成长 那你知道他的未来的成长的可能性 你才有办法计算出价值 而且毕竟也是可能性 所以所有的投资者几乎就很难完成这样子的一个任务 价值评估的任务 就连专业经理人也做不到 何况一般的散户 所以在我们的投资里面就是一般的散户 没办法计算或得知价值的时候 几乎就没有能力投资个股 那只能投资指数 而指数基金的价值模型也很难去设定了 就是没有一个完全长期有效的价值模型 所以既然在你要知道 你既然没办法得知价值的话 那怎么做价值投资 也就只能说有钱就买 让价值这里很重要 让价值经过时间 就是说你可能价值现在价值50块 那股价80块 可是你不知道价值50块 所以你就用80块买了 那可是价值会经过时间慢慢超越你购入的成本 也就是说价值经过两年三年五年 然后他就从50块涨到80块 可能就涨到90块 价值就上升了 那价格当然是上下飘动 那都经过一两年之后 你就发现说价值就会超越你的购入的成本 那这样子长期价值就会超越你的价钱 那我们就会长期投资持有 那变成就是变成一个价值投资者 所以时间是价值投资者的朋友了 再来就是巴菲特 有人问巴菲特的守折 就是第一条不要亏损 第二条不要亏损 第三条就是记住前面两条 大家注意就是说这个原因就是说你不可能不亏损 就是说在短期内巴菲特也会亏损 一个股价也会下跌 所以这个的目的就是说你在投资的时候 你要买进你要买对资产 第一个你要知道那个资产是对的 那当然个股的话你要懂得价值模型 那指数的话那当然就是一个对的资产 广泛性的指数基金 那相对于是比较正确的 那你在考虑投资标的的时候 就是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所以这个巴菲特的说第一条不要亏损 第二条不要亏损 第三条要记住前面两条 就是说不是说不能一秒钟都不能亏损 不是的是要你在买进的时候 好像棒球你要挥棒的时候 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不要随便挥棒 如果巴菲特 你和巴菲特一样有价值评估的能力 那当然就可以做一般的个股投资 那你就可以等股价低于价值的时候 你就买进股价高于价值的时候 可以买你买出 但是一般人没这个能力 所以就只能买进指数 这也是巴菲特所提倡的 就是建议一般人只买进SP500 那也或者是广泛性的指数基金 这就不会错 再来就是 我们没办法评估价值 所以也没办法去知道什么时间是好的买进 什么时候是卖好的卖出时间 那只能买进那价值经过时间自然增长 超过我们所买进的成本 所以一般的投资者先要承认自己没有选股的能力 第二个要承认自己没有办法准确的价值模型 而且甚至没办法对价值模型的坚信不已 这很难 然后有时候很多价值评估 你因为价值评估发现市场价值比较好 那价钱很便宜就买进 可是市场会持续下跌下跌下跌再下跌 这个时候你就会开始怀疑自己的评估模型是不是错 那就开始怀疑评估模型错误的时候 那就去修改评估模型 好像真的错了 结果又在下跌的时候杀低股票 就是你会理由你就说 我是重新调整评估模型 那变成价钱太贵了 所以你就卖掉 结果你的评估模型反而是因为市场的股价上上下下而调整 那这样子就没有所谓价值的东西了 所以价值评估模型可能是正确的 可是我们因为人性 因为股价下跌而改变了我们的价值的评估 这就是更糟糕的就是自己也没思考 那就又接受外面的资讯 在市场下跌的时候 加上人性的恐惧 就把股票杀之卖出了 所以人性是让你做错的一个最关键的事情 所以还有一种就是你抱着一个没有价值的个股 你评估起来因为你价值 可是你坚信你的价值模型是正确的 结果你就抱着一只没有价值的股票 结果就一事无成 投资也没办法成功 所以大多数的投资者 都是很难有投资个股的能力 所以评估价值的模型 当你买进的时候市场下跌 你就怀疑自己的评估模型 那加上接受错误的资讯 怀疑东怀疑西的 那就没办法坚持 所以 常常价值投资者因为股价的上涨下跌 而改变自己的对于个股的价值的判断 这都是因为人性 会怀疑价值评估模型错误 或者是认为市场是错误的 反而 坚信错误的评估模型 那造成如果要这样子 那就没办法像巴菲特一样 所以有时候 第一个你就没办法确认自己价值模型的正确性 当市场上涨你就认为正确 当市场下跌你就认为他错了 或者是说你错误的误认为一个错误的价值模型 而市场下跌你还紧紧的抱着 坚信一个错误的真理 那你也是会投资失败 所以终究投资除了价值评估之外 有很多知识之外 更重要的是人性跟精神能量 一般能够投资成功是要在市场 能够通过人性贪婪跟恐惧的考验 这是市场投资成功的主要因素 所以大家记得通常我们的知识 或者是资讯 只有经过你的思考 经过你的分析 经过时间历练实践 克服人性之后 才有办法将知识转变成独有的有效的能力 所以今天先跟大家分享这个 再来就是最近的市场 当然非常的不确定 所以在这个高通膨低成长的时代 那我们要怎么应对 市场当然会下跌 那你一定要避险吗 你怎么避开风险 你一定要避开风险吗 其实不一定 你有另一个选择叫做承受风险 如果从更长期的角度来思考 通膨总有一天会过去 经济总有一天会恢复 通膨的伤害 是确实无法完全避免的 很多人就说我买这个 我买那个通膨的时候 我们应该买黄金 我买石油买能源买原物料 通膨的时候像现在美金上涨 黄金也不见得上涨 那原物料石油是 什么时候会快速回头 你也不知道 所以很难避开风险 所以在我们投资里面 要避开风险不容易 所以记得就是那只好就是承受风险 用长期思考的角度 通膨总有一天会过去 经济总有一天会恢复 那面对资产上面的损失 不应该不应该过度的恐慌 因为你面对的是一个优质的资产 你投资的是一个指数基金 价格波动只是暂时的 投资人需要做的就是避免在恐慌的时候 追高杀低也就是操作不要总想着避开风险 避不开的然后你越操作风险越大 而是要去承受这个波动 如果你自己没有办法 没有能力判断未来的方向 而一昧的在想避开风险 那反而会陷入更大的风险 因为你没有能力 那你是一个瞎子走路 那你又想避开风险 那是不可能的时候 唯一的就是不要动 不要动 好 那我今天先讲到这里 来 Cat交给你 谢谢老师讲了这么多 然后也帮我们解答了还蛮多疑惑的 那我先来讲一下我们房间的规则 就是我们房间规则就是 如果有问题你可以举手 那我们欢迎大家举手发问 那我们会拉你上来发问 原则上是一个人一个问题 回答完我会把你移到观众心 那这样子是为了就是方便管理 那如果你在有问题的话 欢迎再次举手 我们会再把你拉上来 欢迎大家踊跃发问 那问题越多 我们也学得越多 那我们最晚拉人的时间 是每期时间早上七点半 然后亚洲时间是十一点半 那第一次进来 这个轻松聊投资的朋友 可以发老师的bio 这样子老师开课 你们就会知道 好 让我们一起共好共资 然后我看到 那个 柳文板那边有人在问说 他是一个 那个比较不自律的投资者 那他是不是就是 有钱就买也不用管市场 现在如何 因为市场无法预测 这是他的问题 以上 没错 你只能有钱就买 那 当然大家会回首一看 说是有钱就买 不是风险很高吗 你看越买越跌 越买越跌 越买越跌 那 这个其实就是市场 那你也不知道底部在哪里 你也不知道市场就是什么时候会反转 唯一的就是说 那你不敢单笔一笔投资 你就分批嘛 上个礼拜 上上礼拜有人贷款他的钱 不敢投资 不知道那 我们的建议就是说 那从过去的历史 假设这一次的下跌 跟过去一样的话 那是有一年到一年半 所以我想已经走过了半年了 那 后面可能还有半年的时间 要么就盘整 最长了 要么就盘 半年到一年 要么就下跌 要么就盘整 要么就往上 那往上的话 那你就问题不大了 只是买的贵一点而已嘛 那你往下的话 你分批下去买 你也是越买越便宜嘛 那横盘当然也是OK 所以你可以把自己的资金分成三六个月 平均买完 那你如果保守一点 你用一年吧 那市场下跌 你买的越便宜嘛 市场上涨 你买进的会赚钱嘛 所以在这个市场里面 你就是分批买进就好了 当然没有人知道分批买比较好 还是单笔买比较好 因为市场下个礼拜长什么样子 都没人知道 所以可是为了一般人能够很安心的投入 分批可能还是比较适合大家的一种方式 那有人留言讲过 老师我一直买一直跌一直买 买到现在他就说我已经不知道该买不该买 因为每次买就亏每次买就亏 那这个就是向下买的一个特质嘛 难道你要越买越贵吗 对那越买越便宜 反而大家会觉得说前面买的是做白工 因为没人知道 所以这些也不会 这是说你只能 还好你就是已经分批买了嘛 那越跌你越买 除非你已经没资金了 那就没办法了 不然理论上是越跌越买 是不会有错的 那至于说底部会有走多远 是没人知道的 好那我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大家要任何事情 这不是只有投资 任何事情大家都要做最坏的打算 做最好的准备 因为你对任何事情都有压力的时候 你因为就是不知道 无知的未来 所以你会造成你的恐惧 可是将你先把这个事情最坏的状况先想好了 那你的应对策略是什么 那你会觉得你就全身舒畅 你会觉得就是这样子吧 所以好像比如说你去搭飞机 那你就不知道自己搭飞机会怎么样 飞机会不会取消什么 那你就想好嘛 那说取消怎么办 那就定下班飞机吧 那有没有办法定下班飞机 那就看 那如果说没有下班飞机 那是不是要过夜 再看看两天后什么 反正你想好就是 worst case就是这样子 所以说好了 那现在travel 以前美国现在已经解除了COVID的test 那以前COVID test 如果阳性就没办法 上飞机了 那你如果因为这件事情而有压力 一直压着 那天天担心我等一下测试 会不会是阳性 我就没有要上飞机了 那你把worst case想好 没关系 它test阳性 你就再延几天嘛 就是这样子 所以一样投资也是一样 当你要先假设 先认定说worst case 市场从现在开始 再跌30% 我是随便讲 再跌30% 你会怎么样 你想清楚 那这个跌30% 可能这半年还在跌30% 从现在开始 半年后还就是跌30% 才会触底 或者是这半年会一直横盘 那你的投资会怎么样 那如果对你来讲生活也照正常 那你的钱还有得花 那市场只要最后涨上来也就解决你的问题 那你如果能够度过这半年一年也就好了 你先想清楚了 所以这是解除大家压力的一种方式 你一直紧张一直怕市场下跌没有用的市场会不会跌也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 可是唯一能够控制的说你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好的准备 这可能是唯一我们可以做的 那是跟大家分享如何解除你的压力的方式 好谢谢老师 那留言没有一个support他在问说 请问老师怎么看最近CPI8.6% 跟FED日后升降起的政策 以上谢谢 这个 通膨也不是我们说我们能够决定的 他你就就就就市场他要通膨就通膨 我们也没办法知道未来是怎么样 那央行升息今年应该升 150个基点是应该板上钉钉的事情 所以到了年底可能prime rate可能2.5到3了 然后就是大家注意的就是可能就是这样子了 那股价就会提前price in 所以最近的下跌就是上礼拜四礼拜五的跌可能就是这样子嘛 那 会在市场会在怎么运作我们也没办法预估所以我的回答就是呀这个已经通膨未来是怎么走我们没办法预测可是央行的决策利率到年底会到2.5%左右这是可见度比较高的 那市场就会price in 本来预计是应该是100个基点之后就会比较小嘛 现在看起来是150个基点是板上钉钉的事所以市场会再修正一下那已经是不是修正完了我也不知道 哦那啊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当我们不知道未来方向的时候也就什么事都不能做哦 这是我的回答 OK 好谢谢老师 那有一个bo他在问说 请问老师现在price 借钱利息比较高 是否可以从price 这边借钱给小孩缴学费 还是应该尽量用工资等收入所得的现金去缴学费 以上 你现在 借钱给给小孩上学 现在利息还不高了 所以你还是可以先借来缴学费吗 那等到交到三 我不知道你现在的配偶是多少 每个人的interest不一样 所以 你在市场下跌的状况之下你的钱看你是要怎么用啊你如果是逢低持续买进的话那等到你借钱 比如4万块给小孩子缴学费缴完之后你看年底再看吗不行如果年底市场投资的钱那你就 投资到年底吗我现在到年底也是半年的事情 那市场如果触底反弹你可能就买到便宜的吗 那那个时候啊 半年后当市场触底反弹之后你的钱再去你的薪水再去慢慢还那个配偶吗如果配偶的利息比较高的话我想半年的利息也不至于影响你太多所以半年后你再去考虑是不是再去把那个配偶还掉 那你现在因为市场往下走嘛所以你每个月的薪资继续买下去可能对你相对长期来讲是比较有利的啦那到了年底才开始市场开始涨上来之后你开始就不要再买了你就可以开始去还 小孩子的那个配偶的部分每个月再去还一点掉如果利息相对高的话那这样子可能是比较好的一个运作方式吧反正就先投资先借钱去给小孩子缴学费那到了年底你现在有钱就买进那到了年底再来决定 啊你要不要还那个配偶那时候再来还配偶就好了好谢谢老师那有一个IM你上来了你可以开卖发问好的建老师好大家早午安哈OK建老师刚才哈我听到呃有关那个能量这一块哈呃其实哦呃我都有听了好几集啊有关于啊财富是 可以计算的比如讲两趴还是三趴之类的呃建老师有什么而书籍哦可以去介绍哦如何控制啊我们这个啊财富能量啊还有情绪这方面呢因为我发觉哦可能现在这个大财富还没有到手哦但是可能呃几十年过后这个大财富已经有了会不会啊这个大财富啊我们一一晚时间没了可能 骗了啊有没有这个情况那么在这过程中有什么哲学的书呢还是有什么能量书籍可以介绍吗谢谢 好看书绝对是提升精神能量的方式那你踏进书局之前像我以前看书我踏进书局之前我会先问我自己我想要知道什么事之后我才去书局里面找这方面的东西 当我找到的时候我就拿几本书我从那书里面一翻看几几个page 第一个我看得懂吗第二个我有没有兴趣哦那在三四本里面就挑一本回家看我不会一次买五本就就你就买一本 看完再买第二本所以啊这是我买书的方式第一个你先决定你现在缺乏什么 what do you want to know你想知道什么 在自己书局里面找相关的书把它翻几个page 你觉得这个书刚好适合你现在读那你就去看那精神能量的书当然是也有了也有很多精神能量的书你一样可以去书书局里找任何书都对你有帮助 记得所有的书都不是完全正确尽信书不如无书你经过你的思考批判之后的知识才是你的有用的知识 这是提升精神能量第一个我常常讲就是看书我我记得我都看的书非常的多 这就过去三十二三四十年一直看书一直看书不管什么书我觉得我需要我就看那当然精神能量的书你可以看看一些对我来讲因为我学过催眠治疗了所以我会我看过很多关于催眠治疗的书那那当然还有一些你们不见得大家会同意的比如说嗨病呢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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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量能量的 那个你也可以接触了那我们人的感知不是只有肉体也不是只有我们自己其实我们很多的知识跟我们的所知是从另外一个frequency过来的不见得你一定需要学习才会有你多做冥想我我我我我常常建议大家多做冥想 打坐是一种调你的呼吸那完全安静下来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思考的活动 这是诸如此类的我也没办法说讲的一定就这样你就是尽量把心情靠下来才有办法能量才会提升 所以我跟大家讲现在的资讯实在是多到都是垃圾所以我几乎不接触任何资讯 当你不接触任何资讯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脑袋非常的清楚清楚那你的能量就会提升 假认是假认假认假认假设你直接接受的资讯越来越多你的思绪会越来越乱你的能量会越来越低 这个是我所经历过的所以我常常不接触不尽量都不接触那就会很清晰那能量就会很高 当你接触很多资讯你可能能量会很低你就会心情很乱你的心情会很低落 那你就会没办法做对的判断 当然就会被骗那这个就会随之而来很多事情会发生 所以这是我给你的回答我不知道I am 我不知道这样子是不是有帮助 好的 谢谢金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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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没有人上来举手上来那那个我们的摩托瑞特有问题想要问老师吗 我笑一下好吗 请说 我今天听到老师开场来讲的这些东西我觉得很有感触 这是我这一段时间思考的问题 就是说什么事情都有什么事情的规律吧 每个东西都有每个东西的规律万事万物 老师今天讲的就是 实际上是跟我们接受一个我自己也在追寻的一个股市的规律 就是我们不论timing的股市是怎么样的 但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principle去怎么做 在万变 在世界风音变化中有我们自己的原则 我们静自动 我觉得老师这个原则是非常好的 谢谢 谢谢man 我想大家把你的疑问或者是你的问题都尽量提出来 我们很轻松open的来聊 因为如果没有问题我就没办法帮助到大家 那如果大家问题越多我们可能会互相学习的越广 那反正不见得是投资嘛 就是大家能够互相提升 那这个是我们的目的 那我尽我所知的 那回答各位的问题好不好 好那留言板有一个Emily在问老师说 他现在的我在想他应该是指他投资的那个概念的程度还很低 那也不需要接受外面的讯息吗 另外再请问老师相信风水吗以上 理论上是不需要接受外面的讯息 假设你知道的就是投资指数基金 那就好了嘛 那你知道投资的标的我们也都有跟大家讲 看你是在哪一个区域嘛 你在美国就买QQQ嘛 你保守一点的就买SPY嘛 你在台湾就是买00662嘛 那你如果想要买SPY就是00646 就这么简单买了就好了 有钱就买这样子 那你如果都不听外面的资讯都不要管的话 反正你是什么都不用学了 那你如果要听外面的资讯你要学 你要学的比资讯还强大 你才不会受资讯的干扰 结果你学习只是要抵御外面的资讯 那干脆就不要接受外面资讯就好了 这是我的说法 那我讲过以前的同学有一位赚的最多的就是他只懂买 他不会电脑 他买进了也不会卖 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卖 结果他就赚最多 所以投资是真的非常简单 只是很困难的就是你变成要接受外面的资讯 这才是最困难的 你要如何避免去受外界的影响 这是最困难的 再来就是因为你接受外面的资讯 再来就是你天天盯着盘 那市场下跌你会恐惧 市场上涨你会贪婪 造成你的人性 那这个就是你最大的敌人 所以不接受外面的资讯 不看市场涨跌 那你是最就是最高高阶的投资了 对一般人来说 那要么你就练得非常厉害 懂技术懂基本面懂价值 练得这么厉害之后 你还要不受外界的影响 要独立判断 再来就是还要面对人性的贪婪恐惧 你的挑战反而更大 所以我的回答就是 如果你知道的越少 其实是越好 这是投资跟一般的不太一样的地方 像我女儿就我总要讲她什么都不知道 她有其他的4k就一直扣钱一直扣钱 她不是过得很快乐吗 最近半年的下跌对她来讲没感觉 她还是继续做她的工作 该去纽约玩她就去玩 就是这样子 这个就是最高端的投资方式 所以不需要知道很多 真的不需要很多 知道反而对你有害 这是我的说法 对一般人来说应该是这样子 我想请教一些老师 就是问一下世界上主要经济体的 未来十年到二十年的他们的走势 包括呢 主要几个大的大国的他们的国运 老师是什么看法 比如说美国中国 然后包括西欧 包括俄罗斯 好前面有个命了 不过让你已经先提了 我就先回答你 那命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没有看到这个字 没问题 没问题 那个 让我先回答你 然后 我们之前都有提过 为什么我们只投资美国 是因为美国是 美国市场是公平公正公开 吗 再来就是它是一个 现在 还是 创新 创新 最佳的一个国家 它的制度 就鼓励创新 它的资金是最聪明的 所以美国的公司 你把QQQ前十大的公司排出来看的话 它都是世界一流 没有 除了中国可能你还念得出百度 或者是阿里巴巴以外 欧洲 可能一家公司都没有 所以 我不能排除说其他的国家不会进步 可是 现在来看 就只能投资美国 那 再来 你再来 第二个Tier 可能就是德国 法国 中国 那这些国家 我觉得 离美国还是蛮远的 那 唯一能够挑战美国 当然就是中国 因为他地大人口多嘛 这就是最大的 的 他们的最大的 这个 这个本钱嘛 那中国的创新跟那个也是不可小觑 所以中国的发展是很不错的 那这些是美国 担心的 可是 中国的变强 不知道什么时候 那会不会变强 也 没有人保证 那 制度上 是不是像美国这样公平公正公开 我也不知道 所以这些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之下 我常常讲说 这个还没发生 你就不用先不用担心在前面 那个还要 好久 就好像 苹果这么久了 巴菲特最后才投资也是赚钱 所以等中国都非常完整的 或是哪个国家已经发展的非常完整的 觉得值得投资的时候 那个时候再去投资也还来得及 还来得及 不会一夕之间又回到解放前 都不会 所以你要看到那个国家很稳定的 就好像公司 但是你也未必他一上市就去买 你等到他走到稳定确定的 像特斯拉 你也不一定一上市就买 你到2019年买也是 刚好就是很不错的点 所以就是这样子 所以 要我得给你回答说 我现在看不出有哪个国家是值得投资的 除了美国之外 这是我的回答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或者是你有什么看法 谢谢老师 您那个真的是见解非常深入 而且非常浅浅的就讲明白了 感谢老师 我现在也是投资美股 感觉的话整个 比如说中美对比500强企业的数量上 大致吧 大概起平 但是从利润上来比的话 那美企的500强的利润大大的超过中国的企业 我感觉它占据了产业链的上游 然后呢它企业更有一些 无论是护城河 还是说技术上 还是说其他的市场占有或者品牌上的优势 因为我有对比过 看真的是美企的话 像苹果 它手机的出货量 然后呢 不一定一定就说比华为多 它有一段时间 华为的手机的出货量超过苹果 但是苹果把整个手机市场的主要的利润都拿走了 所以现阶段来看美国的企业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包括它的在技术上的优势 市场和品牌上的优势 然后包括它的研发的优势 和吸引人才制度上的一些优势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也谢谢老师的那个您帮我这个解答这个问题 感谢啊 也跟那个名书道歉 加了个歇 没事没事 老师你好 呃 就是我想问就是你建议从那个Pledge account里面啊 就是借钱出来再重新投资吗 OK Pledge 你拿出来怎么用 我管不着 可是我们Pledge的使用就是 要么你就每年用3% 3% 所以你 就是我的意思是就再买进去QQQ 或者我SPY之类的重新再买进去 是借出来再买可以这样可以买操作 第一个就是你借的钱不能借太多吗 所以我跟你讲说风险就在于你最多 要么每年借3%要么就是最高不要超过 超过总资产的20% 这是一个安全的原则 那你借出来之后你要做什么你要再投资 你要买车你要过日子你要给小孩缴学费都可以啊 就是不要超过借款的20% 就是说你100万不能借超过20万 就这样就可以了 你要再去投资 我没有说yes or no 你要拿去做什么都可以 当然你把它花掉不如拿去投资啊 投资当然比拿去随便花掉好嘛 OK 因为因为是这样 因为我现在就是我所有的cash都在sign line 准备分两三笔全部买进去 然后现在就是可以拿到两点多的利息 然后其实这个只是我大概我房子全部供完了 然后生活上也不啊 也有自己的就是biziness可以有收入 然后呃 在美国的资产只是除了房子之后 这个资产只是一部分呃就是一半吧 或者一另外一半的资产我在大陆 所以我就是想就是呃如果配如果我现在买进去QQQ 或者SPY分半之后 然后就是想把配置申请下来 然后就是就是意思是从配置里面直接拿钱呃 再买进去如果市场下跌 如果我全部买完之后 然后如果他在下跌我再取出来再买 然后就是最坏就是以后有计划就是如果我Page里面钱 如果超出那个你说的百分二十或者三十 然后我就以后就是大陆那笔钱如果进来 就直接还Page是这样操作是不是可以 可以啊你只要都算好现金有的都没问题 可是你要注意哈假设你一百万那你七十万 你七十万你也把它买进去了 那因为市场也下跌了所以你也借不到七十万 可能你一百万买完了市场从一百万就缩手 甚至五十万五十万的七十percent 七五三十五就只有三十五万 三十五万你都要买进去那五十万再跌到 再跌个十万你可能就马上会被追缴 那你从中国汇钱过来的时间有时差 你可能需要十个十天的工作天 那市场连续下跌也不是没有 那你还来不及 中国的原水救不了近火 所以你要注意这件事情好不好 这个要注意这个事情 那其他的就是你现金有要做好 那我相信你现在钱都还没进去 那你应该对了就是先把现有的现金 都慢慢赶快就是买进去 让市场跌你要继续买 这是对你是你的状况是算是比较不错的 就是还有现金可以买 对之前之前我不是就是跟你 我以前是Q是只有QID吗 然后前一段时间我因为也是亏损我 所以我就看他站上来我就存不清了 就在上来 然后现在就在规定这个计划 了解 规定好以后就就开始执行 所以就就想把所有东西都搞清楚一下 没问题我想你想清楚就现金流不要断了 那不要被追缴了 那你你应该可以做就做好计划 那就去执行吧 对 OK好 谢谢你 那我没有问题 好 谢谢Ming 那下面有一位朋友啊 Sam 我没有办法把你拉上来 那可能就是遇到一个bug 你可能要退出这个APP 然后重新进来 那重新举手 我才可以把你拉上来 然后 老师像我们这样的投资方法 就是拉长来看 可能报酬率是10到20% 可是对年轻人来说 他可能刚开始投入的资金很小 然后他觉得说 那个这个 就是这种报酬率这么高 可是他的资金很小 他觉得 并不是他想要投资 他应该要再找一个 更集体 很快就可以让他的资产翻倍 再翻倍的这些投资工具 那如果针对年轻人有这样的思维的话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怎么去导证他说 其实赚快钱是不OK的呢 这个巴菲特讲过就是 Elon Musk问他说你的投资这么简单 为什么大家都不会成功 那他的回答就是 因为大家都不能 就是不愿意慢慢致富 就是不愿意经过时间而变富有 想要一夕致富嘛 所以啊 一般的人如果想要一夕致富的话 其实讲白一点 你很难帮助他啦 因为我们的投资方式 巴菲特说这种投资 长期投资方式 如果听得懂的一听就懂 如果听不懂的 可能他花一辈子的时间也不会懂 所以啊 这个靠缘分 也没办法说一定要去导证谁 我们也没这个能力 我们就是分享有缘人 那我们坚持 帮助走这条路的人 我们也不是要影响几百万人 我们也没有能力影响几百万人 也不可能 因为这种投资方式就不是一般人认为 好的投资方式 大家都想要赚快钱 或者想要躲避风险 那我们这种投资方式是既不能赚快钱 也无法躲避风险 就是面对风险 勇往直前 那这种方式不是很多人能接受 也不是很多人能够走的下去 那我的目的就是说 能够帮助的 或能够影响的 那我们就做到 这就是我们的目的了 所以大家也不要说一定要去改变一个年轻人 或是他这样操作 你就都觉得他不好 他还觉得你不好 所以没有所谓的好坏 就我们资讯公开 我们让有缘人能够接触到 那他如果是有缘他就会接受 如果是无缘的话 怎么强迫也没有用 那不如 他知道不知道 对他人生是没有差别的 那 这个要看时机 还有看个性 还有看的命 这个我们就不用强求 说实在 谢谢老师 那刘伟伴格里有在问说 他的父母在大陆 那近期会 会一笔钱进来 进来是指 会到美国吗 还是看不太清楚 他说想说服他们分批 买进513100 为了说服老人家 他计划帮他们 在未来六个月 每个月出分六笔买入 年底前全部买完 这个计划应该是和您今天早上提到的 基本上一致对吗 想要再跟老师确认一下 谢谢 可以啊 你所谓会 他如果513100的话 应该是在中国买了 所以就没有会的问题 他既然在国内 就是在中国 那就在中国开户 在中国分批 买进513100就好了 那分六个月 那就一个月买一笔就可以了 就是这样子买 对 好 谢谢老师回答 然后小 好 浩清你上来 你可以开麦发问 金老师你好 我是浩清 那我今天有一个 比较不成熟的一个问题 就是据我观察的话 那我们湾区最近那个房利产 也是飙升的非常厉害 然后还有 石油就是汽油通量 增加一块七块钱 去超级市场买东西的话 各个东西好像都 占了蛮多的那个价钱 那你这样子来观察的话 就说好像 这个通货膨胀也蛮厉害的 那以通货膨胀 厉害的话 我认为说也是OK 那 这个公司来讲的话 因为这个通货膨胀 他们应该也是赚了更多钱 对 因为东西都变贵了 可是为什么这个市场反映起来 好像是往下掉 而不是往上升 就是说 我也是说那个公司 应该赚了更多钱 那他公司赚了更多钱之后 他的价值应该更高 可是为什么这个市场反映起来 却是他的那个股价是往下掉的 那这个就可能 不是很成熟的问题 那就麻烦先生 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 谢谢 好 这个问题很好 这里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 利息升高通膨 那房子为什么在飙涨 弯曲飙涨的 弯曲的房子飙涨很厉害 是这样子的 通常利息在拉高的时候 房子会 最后的一段 就是房子最后的主身段 最后的末身段 应该就是涨得很快 那原因就是 你现在不买利息会高 所以你现在赶快锁住利率 因为我们知道未来 还会加150个基点 所以你的房子的利率 你现在如果 不赶快贷款的话 你可能 半年后房屋贷款会多2% 2% 甚至3% 所以你现在如果是 于30年的话 你会有5% 那你如果再到年底 可能会变7% 8%的贷款利率 那所以有些人既然是要买房子 他就会去抢 还是会去抢 那可能就是最后的 这半年 就当 7月一升息 那个买盘就会下来 因为已经升了 那就买盘就会下来 再来 8月再升 那买盘就会再下来 在年底再升 那就可能就整个买盘就会枯竭了 这是我初浅的理解 所以过去根据过去的经验是 当开始升息循环 开始的时候房价反而会飙涨 尤其是有些地区 大家在抢房子 因为赶快要锁住贷款 赶快 赶快那个你如果晚一点 你可能长期的利率 就会多3% 这个是房子 为什么会上涨的原因 那再来就是通膨 公司的获利应该增加 为什么股票会下跌 通常利率上升就是科技股 就是成长股受影响最大 因为成长股的现金流 是从未来折现到现在 那你过去的10年公债值利率 如果是2%的话 那折现率就是 就用2%来算 那我们常常讲 就是说假设你今天是 赚5块钱的股票公司 5块钱你赚5块钱的话 那你折现率用2%算的话 那就是5除以0.02 那就是值250块 可是如果你用3%来折现的话 那5块钱 就是用那个高登公司 你5块钱赚5块钱 那你用0.03去折现的话 那股价就会变成170块 就会从250块就跌到170块 所以在这个投资银行 或者是投资就是说 他们在评价模式的时候 他用这样一算就会发现说 这个股价就比较贵了 因为利息升高 那股价就贵了价值 就从折现率来看 就没有那么多的价值 所以如果是利息是维持 一直是维持2%的话 那这个股价可能就是250块 利息升到3% 那股价就变成只有价值170块 那价就会跌 从250就跌到170 这就是为什么预期利息会上小的时候 对于成长股 因为成长股通常都是未来的现金流的折现 所以这个是那当然这个公司获利增长 那等到财报出来再说吧 那他现在以过去跟未来的成长率一算 他就觉得其他的因素都不变的情况之下 利息升高折现率增加的时候 股价就是评价模式就会下跌 那未来的获利成长 他才会重新调整那个评价模式 那股价才会 也就是说他从250跌到170之后 那未来的成长或者获利没有减损的情况之下 那他会从170开始起涨 还是这样子的 浩清我不知道这样两个回答 是不是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那是这样 我认为建老师这个回答非常好 那如果说以成长股的话 他会收到比较大的影响 那以价值股来讲的话 就是他本上的本益比已经是那个 非常的低 那这种如果说他 如果说本身他又赚更多钱的话 这种价值股的东西 是不是 可是就是好像价值股好像也受到某 某种好像也被搏击到了 也是往下掉的这种现象 是没错了 因为 因为你 你 你 你这个生息的话 所有的行业因为评价模式都会影响 那你如果是AT&T或者是T-Mobile的话 他们的股息都比较高 那股息高的像AT&T的话 那股息高 那他可能就 就是说 未来的 未来的那个 资金 未来的成长不高 所以他早就折现回来 就已经 已经 股价就 平价模式 就没有涨很多 所以他其实股价也不太涨 也不太跌 那就就是 AT&T为什么就是说你看他AT&T这一年来 他的跌幅很少 过去一年跌幅才0.6而已 跌0.6 他去年 去年底开始跌 去年最高点他曾经到达这个 这个2021年5月 因为 那时候 跌下来 那因为 利息深 他这种 发股息的公司 反而就不跌 当 价值 成长股在涨的时候 这些价值股 这种 dividend高的股票 大部分都不太涨 可是 等到 利息还是涨的时候 那这些 dividend股票至少他不会跌 不会像成长股 因为他的折线力回来 他就是 他没有成长的部分 他就是 都是 比如说 今年5块 明年5块 每年都5块 早就折线完了 所以他这个 不像说你苹果现在5块 未来是10块 那10块折回来 本来折2%的 用折3% 那当然他修正就比较大 那这个浩金我跟你这样回答 就是说 没错就是 价值股的 受利息的影响比较小 成长股 因为他的所有现金流 都是未来的现金流 他折线回来 就比较减损的 就比较大 想讲白一点 这些都是数学 数学 这个就叫数学游戏 这个利息一跌一涨 一跌一跌一跌 那股价就飘来飘去的 那其实这公司的价值 难道就是因为利息吗 这个大家也要去思考一下 当然这个高端公司是这样评价 巴菲特也是认为 所有的公司的价值 就是未来现金流的折线 那今年的折线是用3% 那明年的折线用5% 后年的折线又变3% 那这个公司 其实一点都没改变 可是你对他的价值 竟然会改变 这也是我觉得也是值得思考的 所以这个波动就是这样来的 然后就是因为利息 对成长股的价值折线会不一样 所以成长股的震荡 会因为利息而震荡的比较剧烈一点 那浩琴这样子的回答 谢谢 非常谢谢Jim老师 我觉得这回答非常好 谢谢 谢谢 谢谢浩琴 那我再提一个问题 就是老师 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为什么投资是要趁早 然后越早越好吗 因为你不投资 你如果不投资 那你的钱能做什么 你的钱不够花 那你只有投资 只有透过投资 你才能够达到你的财富自由 或者是你的你所想要的退休生活 那你可能会说那短期都会亏损 我怎么那是短期 所以我们谈的就是越早越好 那今天如果假设你本来有钱 10年前你就知道投资的话 那今天这个下跌 可能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你就是已经赚了10倍了 那稍微跌个30% 对你来讲 从10万涨到100万再跌回70万 你还是从10万赚到70万 所以那当然我说人各有命 钱也有命 所以你现在如果不投资 那市场涨上去就跟你没关系了 那你也没办法timing 说市场什么时候涨什么时候跌 那你只要长期投资下来 你最后最终最终是获利的 所以为什么要尽早 那你越早你的时间越长 那你的风险就越低 所以我们投资的 当你投资的时间越长 你的风险就越低 这以前我们讲过 当你投资20年的时候 你就几乎不会亏损 所以你让你的投资越早 你就可以让你的投资越长 那你投资越长 你的风险就会越低 这是Kat我的回答 好那接续上一个问题 就是想要求就是说 真的是可以靠投资理财 就是投资我们这样子 指数型ETF就可以提早退休吗 你会增加你的资产 就是长期绝对没问题 至于说是不是可以提早退休 这跟你的收入 还有你投入的资金 还有就是你的开销有关 今天你一个开销要一年要5万美金的 跟10万美金跟15万美金 所以要准备的资产是不同的 那能不能提早是跟这个也有关系 所以有的人说那我现在只有100万美金 我就是一年用2万块 那我100万就可以退休了 没错 那可是有的人说不行2万块一年美金我不够 那我要10万美金 那我就是要准备三四百万才够 那有的人说我只有一百万美金 我当然知道有些人在美国 只有一百万美金 他说那我就回台湾过日子 那我一年2万美金 就60万一个月5万块台币可以花 可以退休了 那就可以提早退休也可以 所以早一点投资让你的财富增加 可是至于是不是提早退休和时退休 这可能不是你在投资的时候想的事情 你在投资的时候想的就是说 OK我要让我的财富增加 增加到你要接近你可以退休的时候 你会自己知道 这是我就像我1990年 我知道投资会让我提早退休 可是我也不知道我在2004年就会退休 这个就是你在投资的时候 尽量把资金都拿去投资 那全力投资 就像我1990年几乎就是全力在投资 所有的省下的钱 所有的储蓄几乎都是投资 那就可以加速你的资产的累积 那至于说累积到多少可以退休 这个要看天时地利人和 所以这个是这样 所以越早投资越好 那投资能不能让你提早退休 这是个人不同 可是绝对是越早投资 对你的人生是越好 这样子 好谢谢 好谢谢老师 那我们都知道说 就是我们长期投资这个 就是指数型ETF 我们是想要得到就是跟市场一样 等值的报酬跟合理的报酬 那我们要怎么知道说市场合理的报酬 到底就是多少水位是正常合理的呢 对于一个新人来说 他应该怎么知道 美国长期80年来回报率就是10% 所以你的长期回报率期望值是10% 这是你可以期望的 这个就是你可以期望的10% 这个10%包括了人类的成长 美国的成长 跟科技的成长 所以过去如此 现在如此 我相信未来也是如此 好 谢谢老师 那还有其他摩托论 我看到有新台有上来的 我看到有新台有上来的 让你可以开麦发摩的 好 谢谢老师 早上好 James 我想请教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就是我看到一个数字 就是说QQQ 他每年他会 spend 110个million 来做marketing 所以很多人呢 就觉得不太好 uncomfortable 但是我当然我没什么感觉 但是我不知道 我想请教一下 您知道这个数字吗 就是对这个怎么看呢 这是我第一个问题 我是不太担心这个问题了 我只看我 我买的时候200块 那现在389 我就是看这样子 因为他说这个钱 是从investor身上出的 那没关系啊 反正我的回报率就是 你买进的价钱 跟现在试价 你关心这个就好了 对 就是说他做marketing 反正是 就是从那个 他的commission里面出的 然后反正是只要我能赚着钱 我能我也不care 对啊 就好像你 你管Elon Musk怎么花钱 你就管股价是几块买进 几块可以卖啊 就这样子啊 嗯 还有第二个我想跟你解释一下 就是探讨一下 就是说他们有的人 现在有一种观点 就是说QQQ在过去的10年 11年时间增长非常快 是因为美国一直处在量化宽松的环境下面 一直在 其实当时一直在印钱 那这个科技股呢 就会增长比较快 所以 他的QQQ当然就成长比较好 但是如果是未来的 这个可见的这几年 如果说有可能更长 他如果不是那种量化宽松 都是处于这种比较利率高的情况下 钱就比较紧了 那对科技股实际上 就刚才你也说了 这个估值可能就会有很大的打折 那如果这种情况 我们有没有可能 就是说我们再回到 Waltime High的时间 就会比较长呢 比如说会3年5年8年甚至10年 这种可能性 您觉得有吗 这个会不会是一种 也是一种风险 好 大家知道 股价的成长就是跟公司的成长是同步 还有就是现在的股价是以现在的估值来计算 所以 过去的QQQ的估值比较高 所以股价涨的比较好 那现在估值比较差 所以跌下来 所以今天好了 就是从408跌到288 那我说好了 那跌到250好了 那就是从408跌到250 那这个之后开始起涨 起涨的协率是以QQQ公司的成长率为它的协率 那我们假设像苹果是成长20% 假设QQ整个平均成长是20%的话 那就是从250块的20%的协率上涨往前往上走 对不对 SPY SPY的话 它可能修正没那么多 它从它的高点 它的高点就是 我也不记 不知道它的高点多少 我看一下 52周的最高点 它是从 479块 那现在跌到380 那它跌到350 好 那 SPY修正到350 QQQ从408修正到250 那 开始往上涨的时候 SPY的协率是10% 那 QQQ的协率是20% 它就是这样子而已 所以 折线下来就是从跌的比较深 可能 QQ 跌40% 那 SPY跌25% 跌完之后 开始市场稳定了 那开始要往上涨的时候 SPY的协率是10% 那 QQQ的协率可能是15%或20% 是这样子的 Robert 这样 可以清楚吗 对 但是 我的理解是 那个SPY里面的公司 可能它 就是说 就跟你刚才说 它都是股息的 它的就是现在都挣钱的 但是很多这种 QQQ里面的公司呢 可能都是Future 挣钱的 那你要把它折现到现在 Future 在高利率的情况下 Future挣钱的折到现在 肯定便宜啊 那你SPY就是现在挣钱的 折到折到 还是折到现在的话 就会更 就会更 保值一些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会不会 就是影响QQQ 它就 在高利率的情况下 它就不 就我 它肯定会回到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 会不会有一种风险 它很长时间 因为QQQ不是 在2000年到2011年 这10年时间 就发生过这个事 它上去之后 它提供很长时间 才回来呢 你觉得现在会不会有 我就说这个问题吧 会不会有这个风险 就提供比如说8年 才回到408 我是不知道 他多久会回到高点 可是 你如果是照折现的话 就是未来的成长率 也都折现完了 也就打折都打完了 那打完之后 大家reset完之后 再来会上涨 当然就是靠成长率啊 哦 我明白你也是 你就是说 当他回到 就是350的时候 再看250的时候 再往上 350 再往上走的时候 它就已经折完了 然后呢 现在折完之后 再往上走 那个折它的成长率 就是自genrally speaking来说 这些高科技的公司 它的成长率 它的成长率 会比SPI的公司要高 所以它的斜率 就会更陡一些 是吧 明白明白了 谢谢谢谢 你打折会打得比较多 50% off 更一个30% off 就是当你价格下来的时候 你的future cashflow 到现在DCF 到现在这个就已经体现出来了 然后大家都reset 以后 再开始重新走的时候 你就是看你的growth了 对 growth肯定是 high tech 更厉害一些 明白了明白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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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麦克麦克 你可以开麦了 OK 我有一个很快的问题 就是问老师 上个礼拜 是不是我听出来 是那个clubhouse 你有提到一个是 后来我也在机密的房间 问了很多人 都答答都不太一样 就是说您说那个预算 如果开始有平衡 或者盈语的话 这是一个股市的一个大战乱的开始 我想可不可以让老师讲解释一下 这是这是什么原因 还是我听错 好 大家知道 很多时候 像 罗斯福时代 他那个时候是有有央行没钱了 央行没钱了 所以他就要把这个黄金 大家不能持有黄金 要把黄金都归给央行 让央行能够宽松货币 能够发行这个票据 那这样子才有办法解决 那这样子才有办法解决 当时一九九一九一九二九年 这个 Gr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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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pression 那可是呢 他还是没办法解决整个经济问题 因为罗斯福总统还是在做预算平衡 他没有扩大赤字 所以他就没有很快的把经济救起来 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好 大家知道 如果你们如果发现的话 其实两千年的时候 柯林顿总统当政的时候 那时候的预算不只平衡还有盈余 就会造成整个经济会往下走 当经济往下走的时候 国家还有盈余 那这个就是问题 这个就是问题 所以啊 当你会发现一个国家在 关注于预算平衡的时候 通常资金是收缩的 那这个收缩其实不利经济 也不利投资 所以啊 不只是不只是央行有宽松货币的能力 你要知道政府也有印钱宽松货币的权利 所以可是政府都不发行债券的时候 等于政府不借钱的时候 那政府就不花钱 如果政府不花钱 那经济就会垮掉啊 这个是为什么一个政府如果关注于债务平衡的时候 经济会不好 那不利投资 另外一个就是 其实我们百姓也是可以印钱 所以假设我们今天百姓不借贷 不借钱买房子 那经济也会不好 所以大家知道可以印钱的是有三个 一个就是央行一个就是政府一个就是百姓 所以百姓如果不消费 那就不借钱 不借钱那这个经济会萎缩 一样的政府如果平衡赤字的时候 那经济会很糟糕 政府如果花钱的话经济会很好 所以我说如果一个政府关注于预算平衡的时候 点就是说他一直要减除债务的时候 不利经济 那这个迈克你听得懂吗 大概懂 就有可是问你一问在这里就是 那个储蓄率现在最近好像有一阵子很高 最又拉下来 那高最高的时候好像就是 那一阵子好像股票最最糟糕的时候 那好像也是也是这个问题 那那老师是不是又也是 比如说人民的这个 可是这个储蓄率一跌下来 代表大家出来花花钱的 那那通货膨胀不是就变高了吗 那这通货膨胀变高的话 股票一定是不好的 那我就我就想到国家的预算 跟这个这个储蓄率是不是有有直接 或是根本毫无好无关系 国家预算跟储蓄率没关系 储蓄是你们百姓的钱 国家的预算是国家的钱 国家借钱跟你有没有储 你的钱多不多 这是两件事 公司的钱多不多 跟员工的储蓄多不多 没关系 那政府如果欠很多债 那代表什么 政府就花了很多钱 那政府花了很多钱 那那经济会好吗 可是如果今天政府为了平衡赤字 他变成这个这个马路也不盖了 那这个这个救济金也不发了 那这个这个这个机场也不修了 那这个这个这个整个这个这个这个社会社保基金 大家心就不会跟着调了 或者是军事开销不增加了 航空预算不够了 不不不不花了 那可以平衡赤字 可是他这些都不做的时候 那国防工业就会垮掉 那这个这个医疗系统就会就会萎缩 那这个消费会减少 这个就是当一个国家不不花钱的时候 就会造成经济萎缩 因为他的预算为了平衡 他变成很多不花钱 那这个就是对经济不好 一样的一般的百姓如果都不花钱 那最近对经济也不好 所以一个是有钱不花 一个叫做没钱花 这是两种状况 那最近大家比较concern的是说 美国的储蓄率已经降到最低了 那美国人可能也没钱花了 所以这个也是不利经济 那再来就是如果国家不扩大赤字 那也不利经济 可是现在因为通膨 所以国家也不敢扩大赤字 所以这个就造成通膨跟经济的成长 是互相抵触的 那这个看你要治疗怎么治疗 这个就是要央行来处理 那央行就是要看经济还可以承受的情况之下 好像就是说一个人他血液太多 太臃肿太肥胖 怎么让他减肥又不影响他的健康 这是央行要做的事 我这样我大概有一部分的初步了解 就好像有些时候像公司的CEO 常常会要求你公司的CEO说 你不要留太多的现金 他说这样会减少我们的enterprise value 因为那个market cap减掉cash 才是你公司的那个enterprise value 所以现金太多 反而这个企业变得没有价值 我以前那时候不是很清楚懂这个 我现在懂了 谢谢你的ROE会太低 对对对对以前不是很清楚 因为觉得现金是要留在那边 不他是大家希望你是有cash的 尽量去acquire business 或是invest 应该是这样对不对 我不曉得老师是这样解释 其实照经济学家的预估 美国应该再扩大一倍的赤字 因为最好最有效的就是他每扩大赤字 能够提升GDP的数量 那所以他要提升到这个边际效应 到最最最最最极端的时候 那是最有效率 所以你扩大赤字到一个程度 就是最ultimized的状况 就好像你一个人都不用不用贷款买房子 你觉得是对吗 当然是要借款买房子是比较好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你如果有人贷款买房子的 在可容许范围之下 可以较折其贷款之下 当然一次贷款买三间房 跟用现金买一间房的人差别就很大了 对不对 所以一样你要扩大赤字 要能够运用债务 那不管是对社会对国家对个人 其实都是好处的 在不造成恶性通膨的情况之下 谢谢老师 另外一个感想 因为有些时候常常发现到年轻人 我自己也年轻过 那会喜欢在股票市场里面去 用各种不同的技术 包括用这种理论去判断 就是去操作 比如说尤其那个齐全的问题 因为那个有意小博大 很多时候这种非常难 有些时候你要去告诉这些年轻人 你不要这样做 他们听不进去的 就像昨天我听到我太太跟我妈妈 在聊天的时候 我妈就在讲一句话说 这个虾子吃汤圆心里有数 可是他会很难过是因为他会不会看到别人 因为他看不见 他会觉得是不是别人的 我玩里面的汤圆比他还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老年人家输入的不多 我妈跟不太认识字 汉字跟不太认识字不多 所以他这种道理很简单 就是说有些时候你会envy或是jealous 这种时候反而更糟糕 现在年轻人就很怕说 我在股票上面怎么输给别人 其实很多时候你就不要动 买了就放的 可是他就要在这边说 我这样子就多赚了五千 这边多断两千 所以这个就好像是虾子吃汤圆 因为有些时候我们是人 活在这个比较盲目的状况 就是说自己不知道的时候 就像我们自己好像都是虾子 自己吃完自己的汤圆之后 还要觉得是别人对 别人的碗里面的汤圆是比我多 这是昨天晚上 刚好听到我妈跟我太太在讲 这个事情 觉得好像有点感觉 尤其在clubhouse里面 碰到那些年轻人常常来 上来分享她的成就 今天我又炒了多少钱 其实这个东西其实就像 一样的东西 你才不会有贪嗔吃 你让自己很干净 很资讯很清晰 都没有杂讯是最好的 所以我一直都是要保持自己的清晰 像我以前工作 我也不会管别人的薪水怎么样 我只专注我的工作 我只知道我的工作如果越好 我的薪水就会增加 这是很自然的 可是我不需要跟人家比 我只要跟自己比就好了 所以投资者一样 就是说你不要管别人赚钱或亏钱 这不是你的business 你只要管你自己的投资 那一个长期的计划 那你会知道你长期会有多少钱 短期的事情不要管 我常常讲 如果今天突然之间闪电之下跌30% 他之后拉上来之后回到原点 你完全没感觉 所以你如果把未来半年把它当做这个好像这个新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这个如如如电如如 这个刹那之间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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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年在宇宙之间 其实是一个刹那之间的事情 你说如果把这个半年让他变成一个刹那过去的话 那就是他再跌30%你也不用怕 因为跌完了你就睁开眼睛说 根本没动啊 对你来讲是没动 可是对于天天盯着盘的人 那可是很难过的 所以我是跟大家讲就是说 你如果能够把事情看得很清楚 那下跌只是刹那之间的事 那就过去了 所以这是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不要太专注市场的震荡 我跟大家讲就算市场在跌30% 你应该要没事才可以 就是说哦 那就闪一下 那至于半年是半年跌30%的跌完 还是两个礼拜跌完 还是一个礼拜跌完 当然你会觉得越快越好 一秒钟就给它跌完就回来 那你完全都连连反应都没得来不及反应的情况之下 就过去了 一样你把这个半年的时间把它调成0.3秒 它就不见了 所以你就不要管它这个时间过了就过去了 这个是我的看法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用这种想法来面对市场的震荡 就瞬间就过去了 好 谢谢老师 那有个Julia在问说 怎么加朋友到我们这个房间来 那我比较会 我只会涂法练钢法 就是美西早上7点钟 就礼拜六的时候 美西早上7点跟亚洲晚上10点这个时间 我们这个房间都会开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请你的朋友就是进到Julia House 那基本上应该就会找到我们的房间 那第一次可能是这样找 然后之后就是Julia老师的Bio 这样子就会直接 就是时间到了 进来就会直接跳出我们的房间 这样子 好 那今天就是时间差不多 那请老师帮我们做一下总结好吗 好 那个你们可以加我们的Cloud House的Club 就是Julia的Club 那我们如果有开房间 你应该就会接收到通知 就是我想这个是 对 在我的Bio里面就是有一个 CRH投资者交易学院的Member of的什么 那你可以点进去 那就加入Member 所以你就可以接收到我们这个Cloud House的通知 我想不管是通膨或者是加息或是经济好不好 这个过去都发生过 2000年发生过 2008年发生过 那可是都会过去 而且很快就会过去 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 那只要开始市场触底 开始往上走 那大家日子就会比较好一点 那这个日子都会来 不用担心的 唯一的就是你现在就专注过你的日子 有钱就是分批继续买进去 那就好了 至于市场会怎么跌 怎么跌下去就怎么涨回来 所以你也不要去担心市场 尤其我们是买进指数的 都会涨回来的 如果涨不回来的 那该担心的不是股市的问题 而是其他的问题 只要人类 只要美国 只要科技 大家都在努力上班 努力成长 那你的投资就不会有问题 这个是我跟大家分享的 所以不用担心很快就会过去 而且市场就会很快掉头向上 至于多快 一年快吗 半年快吗 还是三个月快 这都不用担心的 就是早晚会上来 这个是我投资三十几年来 一直都在面对的事情 你们第一次 可能有人第一次 有的人第二次 有的人过去面对的也没感觉 那现在开始比较有感觉了 那也很好 当你度过一次之后 我想你就对未来的投资 更是这个 这个云淡风轻了 那你会更舒服 感受上就不会像这次这么强烈 那这次我都会陪着大家 一定要这样走下去 直到雨过天晴 没问题 每个礼拜我们都会在这边 好 那我就先补充到这里了 好 谢谢老师 那我们这个房间就隔两分钟 我们会关掉这个房间 然后这些时间就是留给 还没有加老师 这个Bio的朋友 然后你们可以先加他 然后我刚刚看了一下老师说的 就是你在那个 我们这个视窗啊 最上面就会有一个房子的样子 是绿色的 我的画面是这样 你点进去以后 就可以 就是 加我们 就是加我们这个理财学院 成为我们的member 然后他这中间的部分 就会有就是 就是可以share的那个 就是link 可以传出去给你的朋友 好 这是我刚刚看到的 对 那就今天很谢谢大家的陪伴 然后谢谢老师 跟谢谢各位moderator 这样子 还有各位同学的问题